这是一只身高数百米的高达 不仅是体型巨大 还能射出粘稠的光线 寝刻间就能毁掉一座城市 然而就是如此强大的存在 这个名为柳剑的男人却仅凭一把破刀 就轻松撕破了对方的脑袋 而柳剑这种拥有开挂般力量的人 则是被异世界人统称为异修罗 当然被称为修罗的人还有很多位 异世界的魔王就是被他们其中一人所击败 但异世界本地人却不知这人是谁 于是便将这些强者全部聚在一起 让他们来上一场死亡 决定出真正的勇者 当然这只是后话 而故事还要从魔王死后说起 在魔王死后 异世界的本地人终于过上了平静安稳的生活 年轻人都会在学校中学习瓷数 也就是类似于魔法的咒语 而优诺就是这些学生中的学霸 这天在优诺的教导下 白毛终于是能用瓷数让石头悬浮了起来 虽说这只是最初级的瓷数 但这却令白毛幻想起了以后 和优诺一起到大迷宫冒险的月份 但好景不长 优诺和白毛再回学校的路上 地面突然一阵晃动 城中所有的建筑轰然倒塌 就在两人疑惑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一道蓝光从两人身后亮起 而优诺也回想起了曾被魔王支配的恐惧 紧接着白毛就在他的眼前 被一只从大迷宫里跑出来的魔偶嘎马 接着优诺慌不择路地逃出城之后 看着已经化成废墟的城镇 优诺彻底绝望了 觉得自己要是当时也一起死掉就好了 因为他没想到即使魔王死后 这一切也依旧没有结束 就在这时一只魔偶朝他追了过来 优诺虽然心中很是恐惧 但还是本能地念起了词书 看到魔偶被自己一击秒杀 优诺也哭了起来 因为这也就意味着他是有实力就白毛了 可他却因为恐惧而选择了逃跑 就在这时更多的魔偶朝他走了过来 剑撞优诺赶忙再次念出咒语 用刚刚那招射向所有魔偶 然而这次他却没像上次一样走运 魔偶不仅没有倒下 反而更加快速地朝他冲了过来 剑撞优诺也认命了 打算就这么让魔偶将自己撕碎 就在这时他面前的魔偶突然倒下了一只 就在优诺猛逼之时 又是一道剑影闪过 而来人正式被称为修罗的柳剑 看着他用一把满是窝口的破刀 就能将这些魔偶斩成两半 优诺也猜出他是来自比方的来客 而柳剑也早已习惯了这种称呼 作为一个地球过来的穿越者 他虽然很奇怪一世界为什么会出现机器人 但相比于这些他倒更想先填饱肚子 于是便随手拔了一些草塞进了嘴里 但优诺却告诉他这草是有毒的 文言柳剑也赶忙吐了出来 然后询问优诺有没有带吃的 可优诺却生气地指了指城镇 告诉他现在整个城都被那个巨大的怪物给毁了 哪特么还有吃的 就在优诺大骂柳剑没有同情心时 柳剑却直接将剑朝优诺挥了过去 牛逼 原来柳剑并没有将优诺的话放在心上 随后表示他可以帮忙解决那只怪物 但作为等价交换优诺需要给他一些食物 随便什么都可以 只要是能吃就行 毕竟他今天还没吃早饭 虽然见识过柳剑的实力 但优诺依旧觉得就凭他这破道 完全就是在以卵击石 更何况现在城中的人都已经死光了 就算他能打败这只巨型魔偶也没什么用了 所以逃跑才是上策 但柳剑却只是单纯觉得好玩 他还从来没和这么大的东西把握家 说完也不管猛逼的优诺 直接朝城镇冲了过去 同时半路柳剑也不忘耍帅 很快柳剑就靠近了巨型魔偶 而巨魔也发现了他 直接一拳朝他砸了过来 而这一拳所造成的威力 也直接波及到了远在城外的优诺 就在优诺以为柳剑就这么嘎了的时候 却发现柳剑竟然顺着巨魔的手臂爬 当然巨魔也发现了这点 于是便展开身体上的炮台 对着柳剑展开了火力覆盖 眼看炮台没用 巨魔又放出大量小型魔偶 想要将柳剑从自己身体上驱逐出去 然而柳剑却凭借灵活的身法 轻松躲过了小魔偶的攻击 甚至还将这些小魔偶当成踏板 再次跳上了巨魔的另一条手臂 剑撞巨魔赶忙甩手 将柳剑给甩向了空中 然后打开了肚子上的激光炮 打算来的大炮轰蚊子 利用范围轰炸将柳剑这个烦人的小弓小便死 给了就离开我 EMM,吃火热 却象中时轻松出来木智 不用松开 adrenal蚊子 这个用了 鉄火热 牛逼 虽然柳剑也知道这一击无法解决剧魔 但经过刚才的战斗 他已经找到了剧魔的弱点所在 首先弱点肯定不在离地面最近的脚上 而在腰上的话负荷又太重 胸口则是用来发射激光的 最开始发起攻击的又是左臂 所以弱点也只能是在右臂上 眼看剧魔一拳朝自己砸过来 柳剑也决定使出他们柳生一门传说中的招式 而这招正是由柳生新音流的开山敌伏所创 名为无刀曲 不明思义就是决斗时自己不用任何武器 然后以快语斩击的速度夺取对方武器 利用对方的力量将其打败 牛逼在巨型魔偶倒下之后 小魔偶们也纷纷倒了下去 事后优诺也一脸不可思议 询问柳剑是如何击败巨魔的 柳剑告诉他这很简单 因为魔偶这种东西原本是没有生命的 只是被生命磁树赋予了行动能力 所以想要击败他们只需要找到磁树所在位置 然后再给这个位置来上下 自然就能打败他们了 而优诺也信守承诺 将身上唯一的压缩饼干递给了柳剑 柳剑接过之后立马开始狼吞虎咽了起来 虽然没什么味道 但也比虫子和杂草好吃多了 而填饱肚子之后 柳剑也决定前往下一个地方寻找更强的对手 文言优诺给了柳剑一个建议 那就是去往黄都 因为据说为了决定一件大事 全世界被称为修罗的强者都被召集到了那里 其中他知道的几人有 黄都的第二大将绝对的罗斯克雷 隐秘在深山的特洛瓦 将第五瓷术修炼到极致的菲尼尔 九年前解决大兵塞莱克的神枪手佳月 还有谁都不曾见过的东智卢克诺卡 当然还有他所不知道的一些强大存在 文言男主当即决定救世者 而优诺也因为城市被毁 决定和柳剑一起前往 我都可以上把物合成大太子 自由 自由 这现在我们的编绘 名字吗? 远贝 由乃 远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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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ma一人的��요 斗铩 重瓶 鸣 柳剑 桑 桑 桑